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在美国也是一个打工族了 然后呢也要在这个工作嘛 自己赚钱胡扣 然后我跟大家 我的工作是送外卖 大家见过开车的那个 拍过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 帮我这个除了开车送东西以外呢 还有一些杂活帮着做一下 现在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在美国如果是汽车送外卖 还有一个一般都会要做的一个杂活 也是美国汽车的一个杂活 那叫做歌 叫什么呢 叫做歌子皮 以前刚才都不知道 什么叫歌子皮 大家觉得很奇怪 然后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美国外卖工作的 然后那个一个附带的活 叫做歌子皮 很多这个可能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那个 海外的留学生啊 这些大家都有党和工 然后有的菜菜呢 可能没有做过歌子皮 也有可能也有做过 大家也知道 那更多的就是 我相信在这个 观看这个 我视频的这些朋友 可能大家也说 在国内的话 我希望朋友 让很多这个 中餐馆外卖店很多了 但是它都有一个这个 规定的这个 流程呢 就是割子皮 为什么要割这个子皮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用这个 这是这个美工刀 然后把每一个那个 这个纸板 包装箱的纸板 选干净的 比较好的 整齐的 让一块一块的割成这个 可以放在这个 正好这个 纸袋里面 装上的这个 这个大小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割这个纸皮呢 因为这个 割这个纸皮 它那个袋子很软的 它那个餐盒啊 这些 才能放进去 也像一种非无利用 因为餐馆 有很多活要做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心里就是 最后 现在不忙的 工作 然后希望呢 有机会呢 我会慢慢慢慢的 把我的这个 生活状况 美国这种情况 然后跟大家说 一份介绍 因为我希望能够 再跟大家展示的 不仅仅只是说 这个民主党 或者一些 简单的理念 而是一种这个 我们一个华人 在美国的生活状况 而且 很多华人 都是这样过来的 然后呢 现在呢 就开始 割紫皮 以后我会 我会跟大家 介绍 介绍更多的这种 生活的状况 从美国人的生活 从自己的生活 当然这也是 有一天 一个的给自己看 不然有一天 真的是 见不到大家了 不能上餐 视频的时候 希望呢 出过这个视频 让大家更多的 更全面的了解 了解我 然后 毕竟嘛 我这个 好了 开始工作了 小心 没人帮我拍 好 这张 这张 这个是一个 割紫皮 一个木板 然后上面这个 垫一个 垫一个 隔起来 比较方便 这是美工章 嗯 这是美工章 好了 他们现在在笑话 我一个人 怎么能拍 怎么因为他们不知道 大家也不是很熟悉 我跟他们讲 很清楚这个 别初步的 就上传这个 视频的这么目的 可能现在你看 觉得没什么 万一我 真的有一天 大家希望了解我 或者说是 被 站在误解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视频 看到我的工作面貌 和工作情况 然后 包括我在这个 美国的生活的 资金啊 还有 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 有利的证明吧 因为我也不希望 在陷入追杂上 这种 对我不了解的 状况 人都 我只是想把 真实的环境 和真实的主持 展示给大家 好了 就看 应该工作了